好 問一下明杰 Peter Navarro是這個白宮鐵三角 川普打這一場貿易戰爭 最核心的鷹派的顧問跟這個指揮官 那他確實也是最 對於中國一切政策都最強硬了 所以他才會在專訪的時候 直接講他14年前的書 中國的戰爭 基本上他就提及流行病 然後他點名崔天凱 他說崔天凱 你為什麼沒有回答 這個病毒的問題 那如果崔天凱完全不回答的話 那關於病毒的源頭 他說中共最後還要為這個起源負責 所以他直接對著媒體鏡頭 對著全世界講很兇的話 中共要為這個病毒源頭負責 對 他這句話如果簡單來說 就是Navarro基本上 就是懷疑中共在發展生物武器 那我們一直還沒有機會談到 就是說生物戰 我們這次在講生物武器 到底多可怕 好 那這次大家是看到武漢肺炎 這樣的一個擴散 就已經覺得很可怕 但是真正在傳統的戰場上面的生物戰 我這裡有一些這個美軍過去 內部評估的一個數據提供給大家做參考 基本上核生化三種合在一起 在國際上叫做大規模毀滅武器 所以分成核子 核子武器 化學武器跟生物武器 那中間如果這三個來做比較 這三個的這個殺傷力到底差別在哪裡 哪一個最可怕 我們現在聽到都是核武就很可怕了 那有三個層面我第一個先談 我們如果用美軍內部評估用面積 可以這個擴散殺傷的面積來講 舉例來說他如果以戰略轟炸機 攜帶 如果你今天帶化學武器 如果是帶了15萬噸的化學武器 類似像神經毒氣這樣子 他能夠殺傷的面積是60平方公里 這是一個基準 今天如果帶100萬核當量級的核武 他能夠這個造成的毀滅跟殺傷的面積是多少 300平方公里 前面是15萬噸 後面這是已經高達100萬噸核當量的 那現在如果只是帶10萬噸的生物武器 譬如說碳居桿菌這樣的一個生物武器 他的感染面積可以大到10萬平方公里 你看這落差有多大 化學武器不過60 核武300 他可以擴及到10萬平方公里 這是面積來講 殺傷力來說 如果用一公噸的這個核生化武器來做比較 如果他是以這個人口面積 就是說如果是一公頃以內 就100公尺乘100公尺的面積裡面的 有30個人這樣的人口密度來做計算的話 基本上如果用傳統的彈藥 傳統這種高爆彈頭炮彈來講 攻擊這樣的一公頃的面積的殺傷 平均來講只有五個人 所以他殺傷不大 如果用化學武器來說 他有兩百到三百個人的殺傷力 那如果用核武馬上就串升到四萬人 但是今天如果換成是生物武器的話 他可以高達二到八萬人 這是美軍內部的評估 所以我們這幾個數據 你去簡單比較 你就知道生物武器傳統的 我現在講傳統的這種生物武器 他的殺傷力有多強 甚至是超越化學武器跟核子武器 那所以這個過去事實上 美軍最懼怕的一次生物武器的攻擊 事實上是在一九九一年近期來講 沙漠風暴跟伊拉克這個作戰的過程中 事實上當時有個很有名的指揮官 叫鮑威爾 他美軍的參謀聯繫會議主席 他在事後回憶的時候 他坦承 他說在那個交戰過程中 事實上美軍最怕的不是伊拉克 擁有所謂戰術級的這個核武 戰術級的核武一般五萬噸 十萬噸核當量就算戰術級核武 那都不用到百萬噸級 那他擔心說那時候 其實最怕的就是伊拉克 那時候被懷疑 他就有探拘感菌的這個生物武器 甚至肉毒感菌 那所以當時美軍的士兵 事實上有十五萬名的士兵 高達十五萬名全部都有打疫苗 但是他的防護裝備是不足的 事實上實際的兵力高達二十到三十萬 疫苗都不夠 所以那時候事實上 他事後才敢透露 有些士兵是沒有打這個疫苗的 如果一旦他們被所謂 伊拉克生物武器攻擊的時候 這個死亡可能會非常的可怕 所以他甚至認為說 生物武器的攻擊 是這個遠超過核子武器 所以回過頭來 就國際為什麼對於有國家發展 生物武器這麼的小心 這麼的謹慎在看待 那中國事實上 他在一九八四年也加入所謂的 國際的這個禁止生物武器 這個BWC的這一個國際條約 但是這個國際條約 他沒有檢查機制 他內部條約有要求說 你事實上加入這個條約的國家 現在大概有一百四十幾個國家 有簽署 每個國家應該要定時公開 你的不管是實驗室也好 你擁有的病毒數量或者種類 因為你如果說 我這是作為疫苗研發之用 你要公開 但是都沒有 所以回過頭來看 中共雖然加入這個條約 但是實際上他不敢讓外界進去調查 包含像這次談的 為什麼遲遲不讓美國專家進去 包含他的P4實驗室 你敢不敢給美國人看 你的解放軍部隊 這個感染的情況怎麼樣 你要不要公開 我覺得這都是未來國際會對他 施加壓力的一個重要的來源 好 我們稍後回來